香港人喜歡日本可以說是極致 有些人甚至將家裏打造成日本家居 日式暴屋 將日本的風格帶回家裏 今天我們會談談最流行的日本風格 無印封 其實所謂的無印封就是將無印良品這個品牌作為一個參考 否則我一句說 無印封就是全屋用了無印良品 說完,bye 要了解無印封 我們首先要知道無印良品這個品牌 無印良品最初以沒有名字的優良商品作為公司的概念 八、九十年代品牌競爭激烈 無印良品的出現就好像一度清全 給人一種深刻的印象 原來這套層架已經是1997年的出品 經歷了幾十年品牌形象深入民心 樸素、簡潔、環保 已經成為了無印良品的代名詞 其實所謂的無印封就是日式的樸素、簡潔風格 你不會看到很多多餘的細節 甚至他們的產品、圖片、衣服都不會有多餘的細節 如果你想做無印封可以有幾個方法 第一,木 大量的木 還要是淺色的木 像木、畫木、舉木都是首選 無論是儲物櫃、塵架、地板 你看到硬件都可以選淺色的木 地板最好選細木地板或複核木地板 因為日本人的家中通常都是用木地板 木紋磚那些就可免則免了 我記得我剛剛做資料搜集的時候 才知道日本人對於木地板是情有獨鍾 木地板是相對一個比較軟的物料 無論是鞋踩上去、移動蹬腳 都會有一些歲月的痕跡 但正正因為這些痕跡 才令日本人覺得更加特別 所以鍾情於木地板 其實跟日本禪中風格的Wabi Sabi很相似 我們要學習不完美、不完全、不恆常 如果你想了解更多木地板的種類 歡迎重溫 而無印封的Color Pilot 主要是自然的天然色調 一些很低亮度、米白色、白色、灰色、很暗的綠色 就算是綠色都是日本的洗水綠色 因為入到無印的時候 你有多好會看到一些很明顯的紅色、黃色 我想最鮮艷的顏色應該是植物 在一個這麼自然的環境 有一些植物去點亮生氣 雖然日本的家居設計都有日式傳統 但很大部分他們都受到西方文化的影響 所以會產生和洋風格 百分之九十九的日本人 他們的家都是和洋風 而我想很少香港人會想把日式傳統搬至過子 帶回香港掛 因為我們不是日本人 我們不會睡在榻榻米 也不會用暖爐桌 我不知道中文是甚麼 我放了照片 所以我們說日式風格 就是用日本家居的感覺 和紙拓門日式派遣 這些就是可免則免 因為我經常覺得這些那麼標準 代表一種文化的裝置 你放入香港的家居究竟合不合 這個就有待商確了 我們可以試試反過來想 比如一些外國人很喜歡的中式風格 它將最代表中華文化的元素放在家居 一些九五塔八的孫子家具 裝置、木櫃桶放在家居 我們華人反過來看就會覺得很噁心 所以如果你懂得這樣想 你就知道把日本的和紙拓門 和紙拓門放在香港的家居究竟這件事有多老套 所以同樣道理 如果我們想做日式風格 我們不需要將日本最傳統的東西放在家居 畫公仔不需要畫出牆 半字過子的方法我就真的有點保留了 有時候我會看到一些精心佈局的裝修 它用一個日式傳統 但是那邊看過它是一個鋁窗 這個視覺衝擊實在太大了 實在太不和諧了 我們應用日本的元素 譬如和紙 我們不一定要用和紙的長身 可以應用在燈上面 譬如和紙燈色這些 拿到它的元素之餘 又可以耐替一些 甚至一些竹、藤、布藝燈罩 都是很好的元素 剛剛說過 香港的鋁窗和日式設計是很不合格的 我們可以在窗上做木刀門 增強日式的感覺 亦有窗簾、濾光的效果 預算有限的話 白頁簾或是布藝白頁窗簾 都是一個很好的選擇 傢俬方面建議放一些矮身的家具 譬如一些矮的紙墊、矮背的梳化 記得是矮背 因為它會維持空間的開闊感 因為放一件高背的梳化是完全不合格的 亦會阻擋視線 首先會是棉麻的布藝梳化 米白色、灰色都是精耀所在 最多你都可以選擇去日本的藍色 或者一些自然色的皮梳化 硬件的傢俬當然是木 淺木色的層架 矮櫃、系統櫃 收納我稍後會再說 燈色方面在無印封不是最重要的元素 頂孔都是一兩支 自然光是最重要的元素 所以在彩光上要花一些心思 晚上沒有陽光怎麼辦呢? 它們的燈色都是以樸素為主 你不會看到一些很誇張的裝置 因為每個裝置都互相平衡 可以大膽使用射燈 隱藏在天花板上提供照明 就算吊燈用白色、灰色 紙造或布藝造都是一個很好的選擇 樸素、優雅是無印良品的重點 而它收納的功能 可以說是近代的表表者 這是雙面到我覺得很難 我們一定要清楚了解自己 究竟有多少雜物 去規劃收納的空間 日本人住的平房 當然比一般的香港人大 但住在城市的日本人 他們的部屋可以比美香港的劏房 要將狹窄的環境改變視角空間 令它看上去更大 所以日本人在收納方面才那麼厲害 在YouTube上 最多人看的收納頻道 都是日本人做的 他們對於整結收納真的很厲害 所以要達至日本的風格 你一定要確保自己有足夠的儲物空間 將雜物收好 所以見到人的層架、方格櫃 記得用整齊的方法去展示 我覺得做無印封 最重要就是不要貪心 你選擇了一種風格 你就會合作那種風格 淺木色就配合淺木色 米白色就配合米白色 淺灰色就配合淺灰色 如果你真的很想加一些個人風格的話 你可以在家居裝飾方面著手 一些書籍、一些文章、一些文章 這些就可以鮮艷少少的顏色 買一些獨特的、獨一無二的、手造的 去反映你個人的品味 其實我做這條題的時候 一直想找一些地方的關於無印封 但沒有比較、沒有傷害 不如我還是放東京銀座的無印酒店 他們的酒店房應該是最近似家居的設定 大家可以參考一下 就是大量的木籃、木地板、木架絲 米白色的牆身、麻布的布藝、 小量的裝飾 這個就是無印的家居風格 今天就說到這裡了 如果你想了解更多不同的室內設計風格 譬如正統的北歐風、日本地、 後現代主義、Mid Central Modern的話 歡迎收看這條影片 下條影片見,拜拜! 拜拜! 在香港和陡系列所 工作的架橋 找什麼比例